报道便当店附赠的低价乳酸饮料 优安蜜被验出含有致癌的防腐剂 而生产的业者昌乳公司 还同时生产好几种不同名称的乳酸饮料 一下子叫好多多 一下子叫多多龙 每天产量加起来超过5万瓶 苗栗县卫生局先前就两度查到 这一家公司的饮料有问题 但只是罚款了事 现在新闻闹大了 才赶快要他们勒令停业 便当店的老板忙 忙着包便当 以前随餐没有附多多乳酸饮料 会挨客人骂 现在却没有人要喝 才刚进货的乳酸饮料 平均净价2块多 虽然检验合格 还是通通冰起来 不敢再送给客人喝 我给你 我现在都不敢送来吗 对 不敢送 你今天都送汤而已 不送多多 你今天觉得我们吃的多多 不知道啦 要怎么知道 还是会避免一下 为什么 是因为怕 感觉还是不太好 昌乳公司朱永苗栗将军牛乳的 厂房 生产含有防腐剂的黑心油安蜜 乳酸饮料 其他还有好多多 康洛多和多多龙 部分都还在市面上流通 业者效无主动销毁问题的油安蜜 但是对同样是乳酸菌饮料的其他品牌 一开始还谎称不是自家商品 自厌性的消费 回收 以示负责 多多这个不是 可是不是 那个产品不是我们的 可是那个名称的历史都是你最一样 苗栗卫生局两度验出这家乳酸饮料 有问题却只罚款了事 任由厂商换个名称继续出货 甚至直到爆发黑心饮料 还搞不清楚问题商品 闹底有击重 还有哪些产品 产品的部分就是刚刚 就是我们今天销毁的两支 然后还有好多跟多多龙的部分 你们什么时候才知道 这个部分我们我想说 我们如果发现问题的话 我们会继续追查下去 现在事情闹大了 苗栗卫生局人员才要求 销毁含勒令停业一个月 由于油安蜜销售的地点 主要是在台北桃园新竹和台南一带 台北市卫生局也大动作茶器便当店 随餐负责的多多乳酸饮料 半数不合格 不是乳酸均不足就是零 至于油安蜜黑心乳酸饮料 也已经要求业者 要将13万瓶的问题饮品全部销毁 记者黄泉世杰台中报道